完美告白 爱就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我是主持人突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同样热烈掌声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 我们有请第一位告白者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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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亚兰 今年23岁 来自山东青岛 主持人好 我今天来呢 是想像两年前被我放弃的前男友羊羊告白 为什么这个男人被你放弃了 现在你又来向他告白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人 然后我想跟他说 羊羊 我爱你 我再也不会放弃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来说一下怎么回事 羊羊羊 他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小伙子 可是我们在一起没多久 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毛病和缺点 让我特别不能容忍 什么问题 比如说 他没有责任心 没有进取心 还有就是他特别特别的不成熟 但是跟他说了很多次之后 他真的都没有去改 所以当时就很 也很难过 也很痛心的跟他提出了分手 然后两个月前 我和他又一次重逢了 当时是我和我那会的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吃饭 你后来又找了是吧 对 我后来又找了一个男朋友 叫圆庆 然后我当时跟男朋友吃饭的时候 我碰到羊羊 我发现他变化特别特别大 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变化 真的让我特别眼前一亮 他现在开了一家小公司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也算是有自己的成就 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真的是变了 真的是变得像我理想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然后我觉得我对他的那份激情 那份爱又重新的找回来了 所以我就跟当时我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 那我想请问一下他变好了 你有功劳吗 变好 我觉得是因为我 因为你啊 对 为什么 两年前我跟他分手的时候 他特别痛苦 他打过电话跟我说 如果我不跟他复合的话 他就有什么自杀的倾向 所以我就把他约出来 我就跟他说 除非有一天你真的能做到成长 你真的有责任心 你真的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你在体面的回来找我 然后在上次我问他 你是因为我而改变的吗 他告诉我是的 那如果没有遇见洋洋的话 你还会跟原庆在一起吗 我就是想找信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我没觉得有什么就好像很诧异的样子 你心里很强大 我不行 我觉得我和原庆 你就是说起这个分分合合的时候 你脸上很平静 就像在超市里面 挑完这个 挑那个 挑完这个再挑那个 我就这种感觉 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人不可以太贪婪 也不可以太自恋 有个成语叫见一丝千 知道吗 有可能是杨洋有给他再次相逢时候的暗示 我们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可能是他让这个女孩又燃起了希望 又燃起了他心目当中 那个对他原来前男友的一点点的爱 问题是他应该燃起吗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了好吗 如果随随便便 谁都能这样燃起的话 那婚姻啊 什么爱情啊 道德啊 我们全可以扔了 他就是骑驴找马 就是吃了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要不然就不是爱杨洋 西装隔离了 有了小公司了 有点钱了 你才爱 这个完全不可以归周于物质上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在了一条件 就还不错 而且我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 我就是想找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就是这样 你追求那种完美情人根本就不存在 你看谁完美 比较一下 然后你就挑那完美的 这叫建议思迁移情别恋 我们说一句非常实际的话 哪个女人不希望追求更高更强更好 而我们的这个亚兰呢 她心目中完美情人就是洋洋的 但是她认为的完美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对不对 又高又帅又有钱 而且又要成文 又得懂事 又得有事业心 又得有上进心 这些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 这个就已经完美到不 不已经存在了 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缺点 对不对 她有缺点 但是她的缺点 当时那个阶段是致命的 比如说她没有上进心 是问哪个女人允许自己的男人没有上进心 还有一点 你追求完美情人 请回答我的问题 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才是真 是吧 如果每个人都每天奋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也不太正常 但是我 所以我能这么揣测吗 您的爱人是没有上进心的爱人吗 我的爱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我们过着平淡的生活 没有上进心和普通与普通不是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很喜欢过平民的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圣女 为什么她会剩下 就是因为她总是见一丝千 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实亚兰心中追求的完美情人 不是关于袁庆 也不是关于杨阳 是她心中那个自己描述的画面 她在追求画面当中不断的迷失自己 什么袁庆杨阳其实都是她的台阶而已 我们所说的逻辑问题是 你总是因为一个人的缺点而跟她分手 因为一个人的优点跟她结合 然后又一个人的缺点的改变 又跟她结合 这就好像成为了一种 成为一种什么呢 把自己当成一种买卖 这种买卖不是物质 而是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图老师 事实是不是这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你是因为杨阳而跟袁庆分的手 这就有问题 你不尊重袁庆 为什么你只要揪着袁庆不放 我们就是为袁庆打抱不平 怎么了 我就是不爱她了 要不爱她 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姑娘 你是爱你心中那个自己画面 自己创造的那个完美形象 无论她是杨阳也好 袁庆也好 还是哪个亲 不是的 你是爱心中那个完美的那个概念 两年前 青岛女孩雅兰 与杨阳圆情相识 而后 情投意合的杨阳 与雅兰相连 由于杨阳不求上进的生活态度 让雅兰最终失望 提出分手 等你实验有成以后 再来找我吧 几个月后 雅兰接手了抑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谁好一点杨阳 杨阳 你确定他是单身吗 确定 那如果他有女友呢 他没有女朋友我问他了 我亲口问他的对 去吧 我问一下你啊 如果杨阳今天不来你怎么办 他因为我而变成现在这样 因为我的一句话变成这样 他怎么能不来 问题就出在这 听什么你说你能你就能 你说你不能你就不能 你来你就来 他一定会来 你不来你就不来呢 他今天就不来你怎么样 他一定会来 如果他来了说他不爱你呢 不会 不会是吧 还是不会 我想象不到 哎呀一个人要是太过自信 就死到临头了 如果他真的那样 那他爱谁啊 如果杨阳和袁庆都来 杨阳说 他怎么可能来 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要过来啊 这个门很神奇的 总总有人会经常主动找到我们 懂吧 再加上他们俩又是朋友 如果袁庆和杨阳都来了 杨阳说 虽然你激励了他 有他今天的成就 但是呢 他已经有女朋友 而袁庆说 他还愿意原谅你 继续跟你在一起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首先这事情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之前我亲口 向杨阳证实过 我问他你有没有女朋友 杨阳他亲口告诉我 他摇着头告诉我没有 我只是跟你猜测一下 好吧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见 你来干嘛 来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叫袁庆 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 久违了久违了 可握个手握个手 我刚才一直为了你在这儿 哎呀 这喉咙都哑了你知道 现在算是哑了的男朋友吧 你是谁男朋友 你是说你是他的男朋友 算是吧 为什么叫算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你把话说明白好吗 他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 凭什么呀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他说分手呗 为什么你说还是 因为我不想跟他分手 我还想他留在我身边 你不想分就可以 就可以不分吗 我们现在说明白了好不好 我现在不好奇这个 我不好奇中间这位女孩子是谁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叫竹子 我是杨阳的女朋友 谁的女朋友 我是杨阳的女朋友 杨阳的女朋友 杨阳的女朋友 对 你觉得很可笑吗 你什么意思呀 他真的是杨阳的女朋友 我跟大家讲 他之前就有 就有跟我说杨 跟我打电话说杨阳有女朋友 但是被我骂了一遍 他就不非是想跟我在一块吗 都是真的 他真的是杨阳的女朋友 我真的是杨阳的女朋友 你谁啊 不是 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我今天我现在很冷静好不好 是你自己不信 我在里面是和你说过吧 杨阳他不爱你 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怎么会不爱我 他爱你吗 你知道吗 杨阳亲口告诉过我 他没有女朋友 他亲口跟我说的你知道吗 就在上次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 我觉得很可笑你们 你们来这个这个舞台干嘛 我问一下啊 我问一下啊 原庆你干嘛带着杨阳的女朋友来 因为我私底下和亚兰说过 我说杨的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可是亚兰不信 他非要来这我没办法 就把他带来了 我今天来其实主要目的就是 我不想亚兰再这么执迷不悟 这么自己去伤害自己 谁执迷不悟呀 我觉得原庆他是真的爱亚兰 他拜托我过来帮亚跟亚兰说一下 就是证明一下 看你的傻子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看还要我再说多少遍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们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他爱的是我 你怎么就知道 他爱你的他能找女朋友吗 他跟我说 进口跟我说 他没有女朋友的好吗 你觉得他会骗我 他为什么要骗我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杨阳一会上来了 直接把他领走 或者直接拒绝你你怎么办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说你是杨阳的女朋友 对 何以为证 我来到现场 我为了他来我就是证明 杨阳知道你来吗 杨阳他肯定知道我来 他今天陪我一起过来的 杨阳也来了 嗯 他来了 那我问一下你还要坚持要杨阳上来吗 对 如果杨阳上来了真的如他们所料 那你真的很难收场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你以为 何老师你不了解他 原浅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执迷不悟呢 是谁执迷不悟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看他来了会怎么说 你看他是把他牵走 还是把你牵走 你不要 这个男人是真的爱鸦兰呢 他到这会儿来还在为他 但待会儿 会不会没面子考虑啊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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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在试图为你考虑 他告诉我他没有你朋友 那就让杨阳来说嘛 他告诉我他一切都是为了我才这样 那你要不要开门吗 我要真的要对那你去吧 我再确切的问你一次真的要开啊 对 无论什么结果对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想跟亚兰说一下 咱们两个 她是谁 我女朋友 你不是告诉我 你今后告诉我 你你没女朋友的 你不是想跟我说的 亚兰她真的是我的女朋友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没有女朋友 你为什么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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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女朋友 你要是告诉我了 我也不会来这儿丢人现眼 你告诉我 真的很对不起亚兰 我当时我 我也不知怎么 脑子一热吧 她突然得到了前女友 这种认可以后 她自己内心的一种 对自我的一种安慰 是她关于被你甩掉以后 她心里一直有一种情绪 一直没有过去 看到你的前女友 又这样的热心的到你跟前来 你那份感觉好像又被认可的时候 你心里有安慰了 你又证明自己是可以的了 所以你在过程中 你那个脑子一热 实际上你心里边那个 自卑 从自卑感到 有点自信感的那个过程 是这样吗 算是 真的很对不起亚兰 我当时我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你骗人 那么我再问一下杨阳 你怎么可以 你要不要接受亚兰的告白 她今天来是向你告白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告白是吗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她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们在一起真的已经一年多了 没有再骗你亚兰 你骗我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跟我说你爱我 杨阳 你跟我说你 你别哭了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冷静一下 你跟我说 你好跟我在一起 你应该接受这个事实 你现在和杨阳已经结束了 杨阳你冷静一下 我在这个舞台上我容易吗 我那么要想的一个人 你要接受现实你知道吗 人为何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当初没有说确实是因为我的错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分开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两年多了 我希望你能放下这段过去 你没有要跟我说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两年多了亚兰 我希望你 我从来没有不爱你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觉得你应该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现在 我没有不爱你 我一直爱你 你们两个已经结束了 亚兰今天 能说的能做的 还说什么呀 你带着你的女朋友离开 你不能跟亚兰说几句话 你不能跟亚兰说几句话 你干嘛要来伤害我呀 你不能跟亚兰说几句话 亚兰 你不走 亚兰我今天能说的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 你能好好听一下吗亚兰 你干嘛要来伤害我呀 你干嘛要来伤害我呀 原庆他是爱你的 我希望你能认清一下原庆对你的爱 他对你的感情 我不爱他呀 我不爱他 可能我以前在你眼中 贪玩 如何如何是好 但我这两年可能也是有些变化 但是我现在还是依然会是在 我还是会看篮球 我还是会通宵打游戏你知道吗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这么 你走 亚兰我希望你能看清楚两个人在一起的根本是什么 我现在我和竹子他很能包容我 我不想听 你走 原庆他对你真的很好 我希望你能 你能接受原庆他对你的这份爱 我爱一个人有错吗 我觉得一个女孩 如果有一个男生 他愿意为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你觉得应该接受他 你们走 原来我希望你们好好把握住你的幸福 也希望 你能 祝福我和竹子吧 你们走 你们走 我不要 对不起 原来 你们让我来救人 我 原来 虽然我不知道 我不想听你说 你这种人爱我吗 等你事业有成以后 再来找我吧 杨阳曾对亚兰一往情深 被迫与亚兰分手后 杨阳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家教公司 当再次遇见亚兰 杨阳无畏杂沉涌上心头 随口回应亚兰自己没有女友 而导致一直渴望拥有完美情人的亚兰 来到现场向他告白 因一时冲动而心怀歉疚 杨阳让自己的女友 陪着多年的兄弟原庆来到舞台 试图让亚兰放下旧情 与原庆好好生活 而亚兰在明白这一切后 能否放下自己任性的冲动 亚兰和原庆之间尴尬的恋情 又将何去何从 你看见了 他不可能带你走的 他已经走了 他领的是他的女朋友 你们为什么要我去我来骗我 后师可以留点时间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想跟他告白是吧 要跟他说一话 我做做什么要骗我 我不做是真心爱一个人了 亚兰你愿意接受 原庆的告白吗 我先站在这儿 我先站在这儿 杨阳阳当时被你甩的感受就是你现在 我没有骗他 我还是爱他 我是因为看不到未来 我是被逼无奈 我才跟他分手 不能跟一个无所属于我问你 我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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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杨阳走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你可能没听太轻 杨阳说其实我跟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你和竹子 你和竹子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 竹子包容他的这些你所谓的不上进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 同样是两个男人 杨阳不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他跟竹子走了 而圆庆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那你到底选择哪个男人 包容就一定是爱吗 那你 就要接受吗 你连包容都没有 那还叫爱吗 爱之后才可以 才包容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是万万不懂什么叫包容的 我当然不希望你一定跟圆庆在一关啊 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尊重圆庆 说出他自己内心想说的话 好吧 反正你爱听不听吧 也不需要通过你允许不允许了 我允许他说 好吧 接下来是圆庆的告白时间 谢谢你 一个人都会听不听 ? 鬮个人是藏在后面 昨天 Positive 也当不听不听 整个人都会听不听 你让我听不听 你们的男人都会听不听 这一条捐 我真的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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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个人是个人都会听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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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分手了 别闹了 我只是希望你今天能跟我走 我们重新在一起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当他都没来过 他们没上来过 但是已经发生了 我们回不去了 我又不能 有什么 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只要你愿意 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我配不上你 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没有 配不上 配不上了 我 对不起 亚兰 稍候好自己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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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干嘛 你干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起伏呢 我问一下亚兰 你的妆简直惨不忍睹 你擦一下 稍微擦一下 为什么你这个态度突然之间就改变了呢 我不知道 不忍睹 不忍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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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四年那天 十二点我下班回家 一回到家没看到我 女儿在床上睡 我就惊慌了 第一次简单的话 问她妈妈 她妈妈说不在这 我说你赶紧打电话 问外婆在不在 也不在那边 一直都没有找到 她走失之后 她走失之后 你采用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吗 报警 到处都船海口都贴 行程其实都贴满船海口绳 我每天每刻 有时间都打我女儿的电话 都在关机 但是我每个月都保存 把我女儿送话费 我不能把这个号码停 停的话 我怕 马上也会 有一天我女儿开机了 她会怕 把我怕好多条信息 给我女儿了 据云天群介绍 女儿如意是一个乖巧 懂事的女孩 平时如意出行 都会跟父亲随时电话联系 可是2014年7月6日 下午2点左右 从不去网吧上网的如意 却跟随中午来家中 做客吃饭的陌生男子 程首林去到网吧 直到下午5点 才与云天群通电话 而从云先生提供的 女儿如意失踪前 网吧门口的监控画面看 从网吧出来 女儿跟随程首林离去后 即不知去向 而画面中的男子 程首林却说 云如意从网吧出来后 独自乘坐36路车离开 可是36路公交车的视频 却出现故障 未能拍摄到 如意上车后的相关信息 那么 如意乘坐36路车 到底去了哪里 仅一次去到云天群家中 做客吃饭的陌生男子 程首林 是否说了真话 问一下 老云 这个村里面的是你女儿 前面那个男生 我跟这个男生 素不相似 是我女朋友 带他过来我家吃饭 这个小男孩叫做 沈守林 是他定安老家 找到他 他说 他确定是他 承认带我女儿出去 上网到7点48分左右 我女儿就吵着要回家 那个沈守林 就送他去 搭36路公交车 之后 那个车还没来到 沈守林就离开一边 后面他说什么自行 沈守林就说 他不知道 走的怪我不好 一直 繁环意思不够 你这拿的这个 一大袋的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是我 我和我小孩生活之中 他平时所 用的一些用品 能我看看可以吗 能 我给你们买的水壶 他经常打开水 是学校 喝水用的 这个公仔叫做 乖乖 他睡觉 喝水用的 我觉得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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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群将女儿平时喜欢的东西 整齐的摆放依然如初 期待女儿有天回来 能像平常一样开心地说 阿爸 我回来了 如意失踪后 当地警方立即立案展开调查 而程首林作为如意失踪的重要嫌疑人 也被多次讯问 直到录结论时 程首林还矢口否认如意的失踪 与她无关 在线索中断的情况下 许女心切的云天群 不但天天去到女儿经常去的海边 期待如意奇迹般的出现 同时还找到我们栏目组 寻找如意 为了帮助云天群寻找女儿 我们去到海口 向警方了解情况 同时我们还在 网友告白的官方微博 发布了相关信息 引发网友们的强烈关注 那么 云天群 能否寻找到 失联已久的女儿如意 将会在完美告白的舞台 那接下来 轻易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案件旁边 看看我们是否有线索 或者找到了你女儿 好吗 来 老云 接下来我问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或许会比较残酷 我们一定要保有着一颗 勇敢和坚强的心去 面对任何结果 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如果如意今天没能够来到现场 没有找到如意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接下来 我还是通过这个栏目 警方还有很多好心人 继续帮我寻找 非和我警方这边 继续去找我女儿回来 你觉得如意还活着吗 我敢相信我女儿 肯定还活在世上 所以我还有这么些 老云 我接下来这个问题 可能会更残酷 如果如意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 接下来的生活你怎么办 我不想再 我希望你想想这个问题 我们固然要找如意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任何结果 你想想这个问题 好吧 我说了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职能 有两件事情 是我们栏目的宗旨 一个是失去的亲人 一个是困难的人需要帮助 我们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寻找 那么结果如何 有没有相关的线索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和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回来啊 宝贝 祝祝我的女儿 不管谁带我找我的女儿 希望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还小啊 兄弟们希望没有 帮我女儿伤害 把我女儿都跑回家 宝贝 宝贝 来 把门关上 来 老云 来 回来 我说了我们要敢于面对任何结果 虽然这未必是最终的结果 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虽然要不遗余力地去寻找 但是也要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种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应该说这个少女失联的这个现象呢 是一直在有发生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年轻的女孩 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给身边的人或者朋友或者父母先告知一下 我要去到哪里 他们的防范意识特别的薄弱 这是需要学校的老师和家长 要给自己的孩子去普及这个自我防范的这个 这些知识 让他们很好地保护自己 不要轻易地跟陌生人就出去了 任何事情 不可预计 估计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 如意可能不在 但你还要面对生活 好吧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帮助你 好不好 好 谢谢主持人 收拾起行囊 坚强地上路 在节目播出前 云天群接到当地警方的通知 经过DNA比对 女儿云如意 已不幸于害 警方已抓获犯罪建议人 我们对凶手的恶行 表示强烈的谦责 愿事者安息 生者坚强 同时要提醒年轻的女孩们 外出活动 随时与家人联系 并加强 一个家庭 或多或少都经历过 孩子 顽皮 离家出走的事 都应该经历过 能够了解到 哪怕是那短短的一天两天 几个小时 你内心那种玻璃的痛 我们再次掌声 祝福老云 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要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说这个人并不是包容 不是执着 而是泡了伤疤 忘了他 好吧 老师 我还想说一句话 你还想说什么呢 雅拉 就算你哪天又想不开 又要走了 我还是会等你回来 好吧 好吧 带着你迷路的小女孩回家吧 好吧 祝你们幸福 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亲人 完美的婚姻 而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雅兰 从小就被母亲教育 一定要选择各方面都优秀的男士 才能考虑作为婚嫁的对象 寻找完美亲人 成为了雅兰恋爱最大的障碍 然而 就像元庆告诉亚兰一样 两个人能一生陪伴 才是完美的爱情 其实 爱就在亚兰的身边 希望她能好好珍惜 因为相爱的人 带到丰烛残年 繁华落尽 才是真正的完美亲人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先生 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怎么了 她哭成这样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海南省文山县 我是一个离异的家庭 单身带着我 宝贝女儿如意 从九岁半带到今天 我女儿 跟我失联几个月了 一直都没有找到 失联了 多久了 十个半月了 徐人喜事云如意 女十五岁 尚初二 一个挺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女儿怎么失踪的 知道吗 我在一个小区里面 当一个保安 我女儿失联那天 十二点 我下班回家 因为到家 没看到我 女儿在床上睡 我就惊慌了 第一次简单话 问她妈妈 她妈妈说不在这 我说你赶紧 简单话 问外婆在不在 也不在那边 一直都没有找到 她走失之后 你采用过一些 什么样的方式吗 报警 到处都船海口都贴 行人喜事都贴满船海口绳 我每天每刻 有时间都打我女儿的电话 都在关机 但是我每个月都保存 把我女儿送话费 我不能把这个号码停 停的话 我怕 马上也会 有一天我女儿开机了 她会帮我 帮好多条信息 给我女儿了 据云天旋介绍 女儿如意是一个乖巧 懂事的女孩 平时如意出行 都会跟父亲 随时电话联系 可是2014年7月6日 下午2点左右 从不去网巴上网的如意 却跟随中午来家中 做客吃饭的陌生男子 程首林去到网巴 直到下午5点 才与云天群通电话 而从云先生提供的 女儿如意失踪前 网巴门口的监控画面看 从网巴出来 女儿跟随程首林离去后 即不知去向 而画面中的男子 程首林却说 云如意从网巴出来后 独自乘坐36路车离开 可是36路公交车的视频 却出现故障 未能还设到 如意上车后的相关信息 那么 如意乘坐36路车 到底去了哪里 仅一次去到云天群家中 做客吃饭的陌生男子 程首林 是否说了真话 问一下 老云 这个圈里面的是你女儿 前面那个男生 我跟这个男生 数不相识 是我女朋友 带他过来我家吃饭 这个小男孩叫做 神首林 是他定安老家 找到他 他说 他卸定 是他承认 带我女儿出去 上网到7点48分左右 我女儿就朝着 要回家 那个神首林就送他去 搭36路公交车 之后 那个车还没来到 神首林就离开一边 后面 他说什么自行 神首林就说 他不知道 这就怪我不好 一直 防患一死不够 你拿的这个一大袋 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是我 我和我小孩生活之中 他平时所 用的一些用品 能我看看可以吗 能 我给你们买的水壶 他经常打开水 是学校 好水用的 这个公仔叫做 乖乖 他睡觉 我接下来这个问题 可能会更残酷 如果如意 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 接下来的生活 你怎么办 不想再 我希望你想想这个问题 我们固然要找如意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任何结果 你想想这个问题 好吗 我说了我们这个节目 主要的职能 有两件事情 是我们栏目的宗旨 一个是失去的亲人 一个是困难的人 需要帮助 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 去寻找 那么结果如何 有没有相关的线索 让我们一起来 倒数和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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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键